這塊是一個prism 找回這塊的體積 其實prism的體積就是底面積成高 所以這個特製的物體就是底面積 做法 就是我們這裡加一條橫線 這條橫線就是 2 整條長是8 左右兩邊是3 所以這裡剩下2 就是這個 洞起了的長方形 2乘5 再加4乘8 就是這個橫切面的面積 這個橫切面的面積 再乘高 橫切面不一定在地下角才叫橫切面 無論在哪個地方斬下去都會出相同的面 那個就叫橫切面 所以這次的橫切面是個特製 我們要計算這個面積 再乘高 就是6 答案就是252 單位就是cm³ 橫切面不战的